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今天是中国人的传统的清明节 清明时节 雨纷纷 这还下雨 从昨天一直下到今天 在清明的时候 我看已经有报道 在中国各地去纪念自己过去的人 形成了一种相当的一个氛围 人死了 在今天的科学的概念中 说人死了就没了 对吧 活在当今 及时行乐 满足欲望 因为满足不了 所以要满足欲望 这是现实生活中太多的人的利益观点 那如果满足欲望 那人死了 你纪念他干嘛呢 你是纪念他的存在呢 还是有着自己的哀思呢 那你跟死去的一个人 已经嘎吨都没有了 你们之间的生命的连带 人说有情感 对吧 有情感 所以有的儿子呢 挺喜欢 最很爱老爸 所以烧纸的时候 给老爸烧了仨二奶 那有的呢 说老爸喜欢车 给老爸烧了一辆路虎 当然只跌的了 只跌的了 干什么的都有 那我个人觉得呢 就是哭笑不得 其实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 正是这无形中 你可以把它叫做思念 你从来没想过这种思念的 下面的生命的缘由是什么 没想过 明天呢 习近平就要在川普的 这个佛罗里达的自己的俱乐部 叫什么海湖俱乐部啊 英文还是法文的名字 没注意 那要见习近平 那结果纽约时报说了一个斗嗝的 说这个可能会有一个暗藏的 这个这个搅局者 郭文贵 后来咱查一看他的报道才明白 这个这个川普的这个聚乐 这个不是他 这是他私家的宅子 但是呢 他成立的是一个富豪 就是富人的俱乐部 在这个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海滨海滨叫 宾湖俱乐部里面 入会费20万美金 我们不知道他是年费呢 还是就交一个20万就完了 郭文贵呢 是人家会员 人家给了20万美金 所以他里面的会员都是世界级的富豪 郭文贵有170亿美金 这是纽约时报讲的 所以人家是人家是会员 他这里说他说作为从白宫保护的角度来讲 他应该没权干涉这个俱乐部里面的会员 没权干涉 我个人也经历过 我往01年 2001年 在德国柏林 住的酒店里面呢 往上江泽民去了 走在一块 他没资格轰出来 所以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不知道郭文贵 会不会借助这个机会 因为纽约时报也提到说这是个很尴尬的事 郭文贵会不会有行动 有说法 人有钱 人是那会员 不开玩笑 那川普这件事情就显得很特别了 结果金正恩也凑热闹 就在清明节那天 他放了个礼花 我一直跟他说他会放礼花的 他真放了个礼花 德国之声这么棒 习近平川普见面之际 朝鲜再次试射导弹 4月5号清明节 一大早 朝鲜从他的东部港口城市 新浦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 飞行了60公里坠入大海 坠入了日本海 这是一个 这没什么可讲的 没什么可讲的 没跟你说 金三胖就这样 我事做绝了 就你们俩 一个中国一个美国 我不尿你们 你们是我的敌人 小样你有本事你打我 你有本事你打我 那他这束试射导弹 是左边一嘴巴 打习近平脸上 回手一嘴巴 打川普脸上 你们来吧 这没什么可讲 没任何出路 那日本政府对这件事情呢 就非常的强烈的谴责 日本先谴责 日本首相在官邸接受采访时强调 将与美国韩国密切合作 未在任何情况下 都能保护国民的生命与财产 采取万全之对策 他说充分的可以预见 朝鲜今后会做 进一步的挑衅行为的 他就这么放 你就怎么办 而且大家明白 他是在东部沿海城市 那弹道导弹 那我们不知道他在 他在朝鲜到底 他有多少个发射的位置 或者发射的这种机动性 有多高 那我在另外一期节目中讲了 其实今天作为美国人来讲 川普来讲 他也没有任何选择了 因为美国国务卿 面对这件事情 说了一段话 该说的我们都说了 我没什么可说的 那就完了 对吧 那也就是 唯一解决的办法 就是打他 那打朝鲜 他遇到的问题 第一个 就是防止朝鲜本土的 核武器的这种扩散 造成伤害 第二个 能否第一时间 把金三炮干了 因为你不把他干了 后面这事不知道会发展成 他会出现失控的状态 对吧 那这就是斩首行动 第三个 说在这个三八线一侧呢 朝鲜有上万名大炮 对着首尔 而首尔距离三八线 只有五十公里 只有五十公里 所以万门大炮 要打首尔的话 那个损失是不可估量 对吧 那可是这里就 我当时也提出来 我说一万门大炮 它不是导弹 萨德反导系统 你可以给它打下来 一万门大炮 一个炮 发出一个弹来 它就弄一万个弹 一万个弹 砸一个地方 鸡蛋你也受不了啊 后来有朋友说 涛哥你被人糊弄了 他没有一万门大炮 那很多是假的 那可能是吧 反正 他肯定是有炮 这个炮 这个最 最简单的这种 这种武器装备 反而在现实的状况中 伤害性最大 所以相信 川普最大的忌讳 就是如何减少韩国在武装冲突中最小的损失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没错的 对吧 因为韩国今天的经济状况和它的在世界范围内的这种带动力 已经是有相当成分在其中了 无论它的汽车 它的手机 你都可以看到 它的金融系统 你都可以看到 它在这个国际社会当中 你说刨去七个发达国家之外 那能够跟它相左右的 不多 所以这是 这是川普最忌讳的 反过来说 如果川普决定打朝鲜 那前三个小时没给它盖住 朝鲜出现反扑 世界经济会崩溃的 因为它就会连带着韩国 日本 中国 台湾 全都陷入一种战争状态 那世界会崩溃 那是没错的 它的经济 大家就买黄金咯 抱着钱回家 蹲在地压室里咯 那只能就这么看着了 所以这是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相信这是一个川普跟习近平 今天不得不面对的事情 5,000 years of Chinese music and dance in one night incredible groundbreaking a cultural phenomenon a must see experience Shen Yun for showtimes and tickets visit ShenYun.com 而四川卢州 这个14岁的孩子被打死 叫李鑫大概是 这件事情已经到现在为止 酿成了整个卢州的 卢州的人 普通人的那种反抗 在视频上 在推特上 我自己也转发了很多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我用了一个词叫制度性邪恶 制度性邪恶 它完全展现出这个概念 因为当官的 镇长的孩子 跟公安局长的孩子 校长的孩子 公安局长的孩子 打死了一个普通人的孩子 而这个孩子的母亲 奶奶确实报警了 警察 在此之前报过警 警察没管 星期五打死 对吧 星期五给他打死 也在愚人节 打死之后 结果 这些当官的 以社会稳定的名义 动用了整个社会 现一级的所有安保力量 以镇压的方式 而另外一方是普通的民众 所以这就叫系统性邪恶了 一个国家的所有的机构 只服务于官 官做了什么都服务于官 带着国徽 拿着老百姓的劳动所 被迫纳税的钱买的武器 供养着他们所有这些权势者 反过来杀掉他 老百姓的反应 同样是站在一种被侮辱的利益的角度去反应 相当程度上 当官的出去 去拿什么五块钱 十块钱 五十块钱 一百块钱 去买签字 就这么邪恶 他认为是可以买到的 那在香港 很多人去替共产党呼气呐喊 那是拿钱买的 那习近平到美国访问 有人拿钱 拿那个旗子忽悠爱国主义 那是拿钱买的 他是来赚钱的 所以这是我说 当一个国民完全以钱为中心 以欲望为中心 极端自私的贪婪 就是灭绝人性 灭绝因为人性隶属于人的灵魂 而利益与自私呢 它是隶属于人的这块肉 所以这是社会崩溃的 就是中共体制社会当中 真正社会崩溃的 一种直接表现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